日本干更夸张,它直接就跳过来 一把好几万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只看了好久了 都是塑料 来,文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保护套 我现在看了头蒙 这么多种 这是木料夹缓最基本的 我先强调一下我们保护套 经历也没挑战 家长把也没挑战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大家还没有办法 对这种东西有一个更高价值的认知 我配合大家 但是我想问各位 一把好几万的日本干 为什么原木保护套带缓都没有 为什么他要用的塑料 我先问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连匹配的保护套他都没做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答案自己想的 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很多国内的干 或者是一些日常干 他就算做匹配的 他也要做大一点 会比后果大一点 嗯 对吧 对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好好烤 你拧进去要完全闻 那你在这个牙 在这个时空 在这个同心度上面 一样是等同前节的标准 所以我们的保护套都会考虑到同心度 当然 所以为什么 如果我怕我同心度会不好 我就做大一点 你就摸不太出它 天呐 日本干更夸张 他直接就跳过了 那一把好几万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都看了好久了 都是塑料 那什么事啊 因为这么小的东西 你要去做抛光做烤漆 做到同心度 手要很巧 就挺麻烦的 越小越精致越难做嘛 对 你们就举这个来说 在上面要像这些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多细 然后这个十字 外面还有一层黑毯 这些花里面还有一个影 你这么小 你得眼睛要多好 所以它都是细活 搞完这个 再做外面的喷漆 再做到同心度 再校正弄到来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还不认为它有很高的价值 我们其实往上开没什么意思 然后都已经这么多年 其实价格都没变了